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今天的台北股市又再創了波段的新高 那台積電也好 鴻海也好 還有一些資產股也都做一個輪流的輪動起來了 那當然市場來說的話 當你漲越高的時候呢 反而投資朋友越害怕 越不敢進場 甚至是越開始懷疑說會不會隨時要拉回修正 這個行情就是它符合金金漲 你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然後有一天但大家有信心的時候反而危險就來了 所以要去觀察市場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你覺得要有一個依據的話呢 我們每天都講 你就觀察這一波上來就是沿著五日均線向上走 所以只要不破五日均線 那都不用去預設立場 你做股票如果預設立場很辛苦 它明明就還沒有要跌 你一直預設立場說它可能要跌 它可能要跌所以最後什麼都沒做 人家一直在賺錢 人家股票在漲在賺錢你都沒賺到 因為你都不敢做那就很可惜啊 這樣的事況卻沒有賺很可惜 那今天剛好又是兩點半的時段 很久好久不見對不對 跟很多兩點半的時段觀眾朋友好久不見了 所以今天呢又回到兩點半這個時段 那當然就要帶給各位我們原本的一個 兩點半時段觀眾一些見面禮 所以今天呢凡是我兩點半的時段的觀眾朋友 你今天都可以播電話到公司來 那我有準備一份見面禮 要分享給大家 在這邊跟各位先做一個說明 如果那你是長期收看我的節目 那兩點半的時段 那我又回來這邊 那如果說今天可以的話 來拿見面禮 我有準備幫各位準備了 所以呢 至少要給各位先來一個 很不錯的東西 這是我替各位準備了一個還不錯的見面禮 那等一下我們再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個說明 那重點是 之前上個月我曾經跟各位分享這個case比較特殊 那最近其實常常接到很多電話 那跟我通上電話的一些觀眾朋友 那陸陸續續也 我也發現很多人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需求或案例 那上個月發生比較特殊的事 我節目中我有跟你分享過 如果你是兩點半時段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這邊再說明一次 其實 就是我講的 只要你改變做法 你結局真的會改變 那如果你一直原地踏步 你一直不願意改變新的做法 新的思維邏輯 真的你沒辦法改變那個現況的 你永遠結局都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10月份我跟大家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的 那兩點半的投資朋友可能沒有看到沒關係 你可以今天先了解一下 這是在住在左營的一個一位媽媽 烏媽媽 那因為家裡有一些特殊原因 那這什麼原因我們就節目中我們就不用去公開媒體 去把它公開去說明 做一個進一步說明就不做了 但重點是因為某些因素造成它可能在短時間內它極需要一些資金 那 他就問我啦 那老師請問就是 可不可以短時間內敢先賺到錢 賺到錢 可不可以短時間內他想要先賺到多少錢 他講了一個數字 那我就不透露了 那 我跟他說你可以 但前提是 問題是 你願不願改變做法 那我請他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我就說我標的給你 你就集中資金來做那一檔就好 就做那一檔就好喔 就單股就做那一檔就好 而且 請你要把你手中資金 全部拿去買那一檔 那他資金多少 當然不是五百萬一千萬 那五百萬一千萬他還需要來 急需資金嗎對不對 就兩百萬上下資金了 就兩百萬左右了 你說多 真的不多 那少 其實還OK 兩百萬資金還OK 可以做 而且還蠻好做的 這個資金的部位來看的話 所以 他需要錢 那這問題是我跟他說你願不願這樣做嘛 你兩百萬資金你拿來集中在某一檔就好 那一檔我會給你 你就去做 就買那一檔就好 願不願意 那為什麼我這樣問 因為你願意了 那我就可以幫你達成你的需求嘛 因為他急需要一筆資金嘛 多少我就不講了 那你願意這樣做 那我就可以幫你達成 那你覺得他願意嗎 他當然願意嘛 因為他就是有那個急迫性嘛 他家裡有一些 一些狀況有一些急迫性 所以OK 他答應了嘛 只是我知道了 他當時 答應了 儘管是答應了 因為願意這樣做 其實他當然還是會緊張嘛 還是會有一點點擔心害怕嘛 那只是因為他有急迫性 所以他就是 好那就這樣子做看看嘛 那對我來說 我不是要你做做看而已喔 我不是要你來做看看而已喔 我們要做就是確定才能做 確定的在做 那既然確定了 那該你賺的你一定要拿到嘛 對不對 那既然該你賺的你一定要拿到 請你直接的把你資金押注下去嘛 我標的我確定我才給你操作嘛 那既然我確定標的給你操作了 你又跟我說老師我只買三張 我只買五十萬 我只買六十萬 那我就不知道 你到底你的急迫性是真的還是假的嘛 那結果呢 他兩百萬資金 就買二十張全買了 兩點半的觀眾朋友 你可以注意聽 這是十月份我們發生了一個 很蠻蠻蠻特殊的case 買二十張 金頂 漲停板 二十張 這個漲停就四十二萬喔 那就這樣子而已嗎 當然不是囉 我已經講過了 其實關鍵不是這一個上來就四十二萬 各位我不要跟你強調這個東西喔 我現在強調是什麼 我現在強調的是為什麼我敢要你來做一檔就好 而且你可以買多一點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這裡買的話 你為什麼不敢買多一點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是要你來去追 上去的我叫你去追 追然後叫你買多一點 你在這邊追然後買多一點你敢嗎 各位 不是 我如我測標所寫 如果你願意改變做法 你的挑股邏輯 你的選股邏輯 你所買進的位置區 都是在所謂的量能壓縮末端準備起動前的一個 低量區 我所謂的低量進場是指量能壓縮到末端的低量區 而那個低量區在量能壓縮的過程中 這一檔標的的籌碼集中度是提高的 當你籌碼集中度提高 而量能壓縮到末端 那代表什麼 我量能在壓縮 可是我籌碼集中度是提高的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壓縮 這個壓縮 其實是 醞釀 下一個攻擊的 這個觀念你一定要有 所以既然你是確定這件事情的 那我在這種位置通知你 你敢不敢買 你懂我意思嗎 那我在這種位置通知你 量能壓縮末端準備起動前的低量區 價格壓縮下來 可是它籌碼集中度卻是提高的 價格下來 量能壓縮 籌碼集中度卻是提高的 那請問這個位置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那既然可以買 而且是壓縮下來 不是追漲啊 這個地方可以不可以買 可以買 而且可以怎麼樣 可以怎麼買 可以買多一點嘛 那可以買多一點 是不是就符合我講的 你集中這一檔操作 那個叫單股嘛 然後呢 你又敢買多一點 那個叫重壓了嘛 所以這個重壓在我這邊來講 沒有一定要你買多少資金 沒有這樣規定啦 那個重壓純粹就是一個 每一個投資朋友你 你自己的一個 感受啦 譬如說你過往的經驗 你做股票可能每檔股票 你頂多就是買個50萬60萬 可是這一次呢 你敢把投入的資金 拉高到100萬買一檔 那對你來說或許就是一個重壓了嘛 那就好可以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就可以了 因為你已經開始改變了嘛 你至少已經開始改變了 那改變做法 結局是一定會改變的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你連買股的 買股的邏輯都改變了嘛 你所買的標的 並不是看它大漲之後才去追嘛 是在一個壓縮過程中 根本還沒漲的股票 你竟然跑去買而且買很多 叫重壓 那你說你的改變是不是很明顯 那在這種位置買股票 你說你賺不到錢嗎 你說你的風險很高嗎 那既然風險不高 所以你敢買多一點嘛 而且你知道 它的量能壓縮之後 量一出來就攻擊了嘛 籌碼其中度又提高 我為什麼不敢買 對啊 那為什麼不敢 那叫你去追漲停 你都敢了 你看看過往那些代理操作的分析師 叫你追漲停你都敢了 我叫你來這邊低階 讓人壓縮末端去低階先佈局先卡位 你卻跟我說老師我不敢 那我就想不透 到底問題是哪裡啦 對不對 所以我講了嘛 如果你願意改變做法 那你說你希望能夠賺多少錢 我說那些就可以達正 那前提是你要改變 你不改變你跟我講什麼都沒用 前兩天這個禮拜放假6日 我又接到電話 那客戶要跟 就是他希望能跟我聊上幾句 剛報名了 他已經報名了 不是說他沒報名 已經報名了 但他希望跟我聊上幾句 那當然他可能 跟我聊幾句 他可能想要 再確認 雖然他已經報名 他可能再確認一下 他心裡的疑問 那 他確認什麼疑問 我都不在贅述了 那他跟我講什麼 各位 你們不要以為 不要以為所有做股票的人 資金都很多 真的不是 那跟我 通到電話 這一通電話的 這個case的 這一位長輩 年紀當然比我長了 還是辛辛苦苦的在市場 賣豆花 真的有年紀了 那你覺得他會帶多大資金來操作 不可能嗎 對不對 可是 他跟我確認一些事情 那其中 他就問我說 那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像節目上那樣子的股票嗎 我就轉述他 他講的話跟你聽 我可以做像你節目上那樣子的股票嗎 他也希望能夠做一檔就好 他也希望不要做一堆股票 我直接很肯定告訴他 我節目講什麼 那我帶你們做的就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有任何的擔心害怕 你就跟著 我給你的指示 你去操作 資金集中起來 他資金 我給各位報告 他的資金沒有超過150萬 100出而已 但是我就說反正你資金多寡倒不是問題 我已經講過了 是你願不願意把方法 跟買進股票的位置 全部都改變了 在我這邊我會通知你買股票的位置 就是這種位置 如我節目中所講的是一樣的 那既然是這種位置 請問你他風險很高嗎 我是帶你去冒著高風險去追逐嗎 不是吧 對不對 那這樣這種位置 而且是帶個量能壓縮到極致之後的一個 籌碼集中度提高的標的 請問你 你可不可以買多一點 你可不可以相信他 信任他 你可不可以稍微買多一點 這一次變得不一樣 可惡不願意啊 因為真的不是在追股票 不是追漲 所以我 所以算是我給他一個承諾 請他放心了嘛 對不對 我相信他現在也在看節目 他說他每天都看我節目 所以我藉由這邊 我再對你說一次 你放心 我通知你做什麼 你就做那個動作 一切都沒問題 那所以 其實我陸續接到很多很多的Case 但是 我把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特殊的狀況 跟各位觀眾分享 我讓各位了解 做股票這種東西啊 其實有一個很主要的關鍵因素在哪裡 你知道嗎 很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 投資人本身 他是不是願意去調整 自己的投資行為 如果你自己的投資 心態投資行為 都不願意去改變 然後你這嘴巴告訴我 說老師我很想賺錢 你可以幫我賺多少 我很想賺 我跟你講 我也無能為力 我給你標的了 你跟我說你只買兩張 那請問你 你真的想賺嗎 所以願意改變 那結局才會改變喔 所以我不斷 節目中不斷呈現什麼 我不是在跟你炫耀 你看看人家買二十張 這裡賺 這樣就是四十二萬了 人家買二十張 你看這股票 買二十張 這樣子多少 這樣就六十三萬 我不是在跟你炫耀這種東西 我要講的是 人家為什麼敢買二十張 這是重點在這裡 你看節目你不要一直把重點 賺幾十幾十 又開始覺得好厲害好棒 重點不是那個數字 重點是我測標每天寫的東西 人家為什麼敢買 為什麼敢這樣做 因為他在低量區進場 而我們所講的定義的低量 那個低量是指量能壓縮之後 末端的低量區 而他必須搭配的是 這檔標的在壓縮過程中 他的籌碼的集中度 確實逆向的一個拉高的 集中度提高的 這種標的意味著我還有另外一段的攻擊 那你就要在那個末端 找機會去介入 那既然是這種位置介入 又不用追掌 我當然可以敢買多一點 對不對 那我就每一次集中在這種標的操作就好 一次一檔就好啦 對 這是我所要表達的觀念給各位 不要把重心放在那個數字上面 好嗎 所以 人家敢買20張的原因是什麼 勇於改變才有機會 我講過了 這種位置你說 這種位置對還是不對 你自己講 我是帶你去冒了高風險嗎 出量的大漲我帶你去追嗎 是嗎 不是吧 對不對 你看又創高 又創高他的20張75萬 這樣子75萬 再創高20張 各位20張已經差了89萬喔 20張就89萬喔 所以當初他說的 他的資金需求 資金的需求 有急迫性 請問有沒有做到給他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 因為他自己變了嘛 他改變了嘛 因為他照 我問他願不願這樣做 願不願這樣做 他說他願意嘛 他如果當時的20張 他沒有買20張 他只買5張 那請問一下 你就把89萬除以4就好 那他賺多少錢 你本來應該賺了89 各位 不只89啊 再創高 104 再創高 111萬喔 這111萬 如果當初他沒有聽 照我的方式去做 他其實他只買5張 請問一下 你就除以4就好 人家賺 你應該賺110萬的東西 結果你只賺多少 你只賺了20幾萬 你應該賺了110幾 因為你聽照我的指示 照我的話去做了 你應該賺110多萬 可是你因為自己 自己又不願意改變 結果你只買了5張 那我想請問你 你不覺得你賺的那20幾萬 還是賺的很難受嗎 因為那個賺的那20幾萬 其實你心裡明白 你本來應該不是20幾萬 是110萬的 所以我講了嘛 我今天如果標的給你是確定的事情 標的是確認過的 那為什麼你不敢買 我都敢請你把資金投入買多一點的 為什麼你自己不敢 我如果不確定我也不敢叫你買多一點 我們講實在的話 我如果不敢確定的話 籌碼集中度我不確定有沒有上來 量能是不是在壓縮末端 我都不確定 然後我跟你說 你就把20張你全買 你覺得我腦袋袖斗了嗎 我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嗎 沒有確定的事情你不要亂做 既然確定的 你就可以稍微多買一點嘛 對不對 那多買一點 那就符合了我講你改變了嘛 那就已經對你來說 或許是一個重壓了嘛 那就改變 那就OK了 那你該賺的錢 至少幾乎都拿到了 那你下一次操作呢 下一次操作 又是買這種未知的股票 請問你 你這一趟賺到的錢能不能留住 這是另外一個關鍵喔 你下一次又是針對低量區的標的去做一個買進 那你前一筆的交易所賺的錢 是不是就留留住 你下一筆又賺錢了 那你前一筆交易呢 賺的錢又留住喔 而不是說我前一筆這樣做賺到了 那下一筆我又跑去追漲停 追什麼股票 追熱門股 又又賠掉了 你到頭來你發現你花了五年十年之後 奇怪 都沒賺到錢耶 我經歷了幾十萬點行情之後 我都沒賺到耶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你的做法是不固定的 你的邏輯是不對的 你根本沒有改變嘛 所以當你確定下來之後 每一趟的交易都是在 這樣子一個未接去操作的時候 你每一筆交易所賺到的錢 是可以留得住的嘛 對不對 欲泰 我就講了嘛 只有改變做法 結局才會改變嘛 這個位置請問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樣 那壓縮末端 有沒有 籌碼集中度卻 價格下來了 可是籌碼集中度卻是上去的 那請問一下可不可以買 這種位置可不可以買 而且可以買多一點嘛 對不對 這樣上去多少 20張這樣就62萬 又創高 這樣上去20張80萬 79萬 這樣20張88萬 請問一下 如果你不是買20張 你說我不敢 我只有買5張 請問一下 你就除以4 你原本賺80幾萬 即可只賺20萬 一樣是賺啦 對啦一樣是賺啦 但問題是 你不覺得那個比虧錢還難受嗎 你賺到一筆錢20萬 可是你很難受 因為你知道 你本來應該賺80萬的 那其實重點是什麼 你前一筆賺的 這一筆也留下來了 前一筆賺的也留住了 對不對 所以當你每一次的交易 你都沒有去亂追 然後都是爭鎖進這樣的一個 壓縮末端的標的 所謂集中度提高的標的 去做一個提前的卡位佈局 然後買稍微買多一點 集中活力去操作那一檔標例 你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 累積到一定的一個獲利數字 這種做法是我講的 你賺錢要賺得很實在 你不能說我這一筆賺了 下一筆我可能會賠掉 那就算了吧 那個做法就別做了 那等下進廣告前記得 兩點半的時段 是我又再回頭來跟各位見面 好久不見了 那好久不見的話 給各位一個見面禮 那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兩點半的觀眾 之前也在收看我的節目 那我現在又回到兩點半時段 那再次跟各位見面 那我今天準備見面 你要跟各位分享 待會你可以直接撥電話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檔 一樣喔 如果你願意買多一點的話 你拿到之後 你就去買多一點 不確定的事情 我也不敢叫你這樣做 來 今天來電把見面禮拿回去 股價壓縮下來之後 成交量讓人壓縮到末端 有沒有 是不是進去低量區 對不對 這種位置是不是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那些標的一樣的位置 對 然後抽馬的激動度就提高了 那接下來呢 就等下一段的公式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懂了嗎 好 那我們進廣告 你先播電話 等一下就回到節目現場 每天看這麼多的數字在跳動 經過比較就會有異議 外行在看熱鬧時 內行的已經在看得到了 錢所衍生出來的食衣住行 這就是財經 全世界的任何風吹草動 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就是我們要告訴你的財經 非凡商業台 從台灣放眼國際 從生活挖掘商機 從食衣住行出發 用最新的思維 掌握正確的趨勢與方向 我是曾忠譽 非凡商業台 全球新觀點 提供您理財新事業 大家好 我是曾忠譽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咯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店長大 但當然 有 都在最新的地下 都在最新的地下 就有請 居 都在最新的地下 居 都在最新的地下 居 居 居 券鞭成招盘 买卖单即销 当冲隔日冲 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 顶尖好手 正面对主 早上九点锁定 非凡抢先报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所以今天你可以直接拨电话 先把见面礼拿回去 那拿回去之后呢 你自己决定了 你是可以选择买个一张两张 甚至看一看先不买都无所谓 但是我讲了可以的话 你可以去买多一点 这个就是我讲过的每一档标的 当然当你每一次的交易的 那个逻辑是固定的 是确定的 那你每一次交易所获得的利润 都可以留得住 而且你会发现 你接下来赚的钱 都是在一个低风险情况之下 你所拿到的高报酬 低风险去拿高报酬 我们不需要冒的高风险 去寻求一个可能的高报酬 我发现很多人做股票 常常犯的错误 最常犯的错误就是 看到某一档股票在盘中 突然有大单敲进去 看了急拉了 你自己心动忍不住了 怕说等一下会不会拉到掌停板 我也来去追看看 这是一般人最常做的动作 看到大单在敲 看到穿架急拉 看到什么股票怎么样怎么样 就急着去 也想要跟上去 都不愿意去想想看 那这些股票上去之前 为什么你不先买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 在它上去之前 先判定出可以去买呢 所以如果你一直没有进步的话 你的财富只会往后退 只会缩水 当你有本事把这种标的挑出来的时候 这种位置你要去判定出来 量能压缩到末端的位置 那这个量能压缩的过程中 筹码集中度是提高的 筹码集中度确实提高的 股价还没涨 那代表什么 意味着我接下来还会有一段攻击 所以一档股票20张 可以赚多少 111万就这样上去了 111万 那如果他没有买20张 他只买5张10张 请问你那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感觉好像亏钱一样 虽然赚了几十万 可是好像感觉亏钱一样 因为你知道你好像少赚多少 对不对 愈态 只有改变做法 结局才会改变 不改变做法什么都不会改变 真的不要每一次都在嘴巴讲 你讲说我想怎么样 我想要得到怎么样 我想要希望怎么样 我能不能够怎么样 那都是嘴巴讲的 所以我常常在接电话 跟一些客户 希望跟我聊上几句 聊一些观念也好 聊做法也好 投资朋友 其实我都能感受得很清楚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 那个欲望或者是需求 可是最后最后能够 把他心中想要的那些东西拿到的人 你就是必须要接受改变 否则就算你跟我通到电话 我讲再多 你自己又不愿意改变 有什么用 不是跟我讲电话之后 讲完之后你就会改变 你就开始要大赚钱了 不是 是我可以给你标的 开始操作 但问题是你要改变 我标的给你了 你有两百万资金 你还是只拿三十万四十万 去买那个标的 那对啊 有赚到钱 然后呢 你原本早就该赚多少了 你知道吗 不要 然后之后又看电视 这个标的老师带我买 问题是我只买多少 所以我没有赚到那么多 你看 你本来应该赚一百一 结果你只赚多少 二十万 你不觉得很痛苦吗 所以我才讲 我说要来操作也欢迎 那问题是什么 你要改变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来操作投资票 就是改变 我没有要你做多大改变 你只要我给你的标的 我给你的标的 绝对是在这种位置 你放心 绝对是在压缩的位置 你放心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去买 买多一点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 就是你自己认为 对你来说 已经是属于重压的一个水位了 重压才能够翻身 才能够拿到你心中的一个数字 二十张就好 也没有很多吧 二十张八十八万 那今天的见面里呢 等于是今天一见面 就给你重压的机会 因为好久不见 蓝脸半的时段 那我又回来这个时段 那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不会吝啬跟你分享 我一样让你知道 我给你是什么东西 你要不要 你自己把握 让人压缩末端 筹码集中度提高 那这里可以会重压 如果可以重压 未来上去 你是不是赚很多呢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不可以做 可以 有兴趣的把这个标的 拿回去见面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